大家好,我是雲丹 最近寒冷了 我寒冷了,冬是苦手 大家也不要体調,注意一下 而且寒冷了,温泉 所以,今天的影片是 大家早安 今天我跟文丹去日本最大的溫泉設施 叫做スパチャポ 大家可以選擇開車過去 公共交通機關的話呢 要坐西武池帶線到東九流米車站 然後搭巴士再搭7分鐘 這次是我們兩個第二次去 第一次去的時候覺得真的很好玩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今天再去一次 到東九流米車站之後 要往東口走 東口那邊可以坐巴士 從車站出來往左手邊看 那裡就是搭巴士的地方 喔,可愛 還有花店 可愛,花家 對,超可愛 超可愛 笑著 文丹喜歡這種可愛的小東西 大家要注意他的接駁巴士 時間很少 兩個小時就一班 所以建議大家要先查好時間來過來 我跟文丹就是忘記查時間了 所以現在就是要等 什麼啦? 我跟文丹就是忘記查時間了 我跟文丹就是忘記了 我們猜一下從巴士停走過去 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走26分鐘嗎? 很困難吧 我們等一下 其實坐巴士的不是在那邊 不知道為什麼巴士是從剛才 那個車站這樣走過來的 這邊停 超怪的 每個人都在跑 很難 也太難了解了吧 跟大家說這個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你們會錯過巴士喔 因為那裡有巴士的車站 就要注意一下 還好我們兩個沒有用走的 不然就不能跟大家說 其實在這裡 我們幫大家踩雷 跟大家說一件更扯的事 因為剛才那巴士人滿了 不能坐 他們就說 讓我們搭一般的公車去 但是給我們入獄無料券 入場費要850塊耶 然後巴士不可能到850塊 所以應該這樣比較划算 抱歉 然後他有說 這個券是只有今天可以用的 850元入獄料金節約 真的嗎 前回シャトルバス沒了 所以普通的巴士可以來 但是 今回 在網站上出現了 所以就有點混亂 所以 大家來的時候 注意一下 乘れない場合 真的乘れない 所以 我不會知道 入獄無料券 所以 這可能是好 作戰 我覺得這一車太瞎了 這個設施很好玩 不知道在幹嘛 一番安心的地方 是走的 對 對 你到底是波沒錢 你要這樣講 這個就是日本最大的 溫泉民水設施 SPA JAPO 我自己覺得這感覺雖然沒有到很大 可是裡面非常的漂亮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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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記得 鹽盤浴還有普通泡溫泉的價錢 是分開的喔 普通泡溫泉的話是850日圓 鹽盤浴是600日圓 我已經當省了 這850元超出排隊 超出排隊 在排隊 哇好多人喔 我們今天來的時候還沒這麼多人 雖然有刺青的人不能來泡 可是還有說如果你的刺青是寬10公分長 14.5公分 可以用貼紙蓋起來的話就可以進去 如果你需要可以跟他講 他會給你一張 剛才這個850元的券 就只有泡溫泉 因為漫畫是在鹽盤浴這邊 所以要看漫畫的話 還要再另外加鹽盤浴 我現在先換完衣服再等文章 這個衣服啊 感覺就是他們剛烘好的 好暖喔 我自己很喜歡那種 感覺衣服剛烘完啊 或是剛被太陽曬完了 感覺好舒服 這裡還有可以按摩做美容的 我跟文章每次來都一定會來按摩 我們兩個這次按的是精油按摩 都按90分鐘 我們兩個這次按的是精油按摩 都按90分鐘 全然大丈夫 在外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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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很適合 對 這裡是6時半的時間 這裡是6時半的時間 對 只要有時間的話 請到這裡的受付 請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我跟文章是按晚上6點半 睡在這之前還有3個小時半的時間 現在的計劃是 吃軌食 喝酒 然後再吸收 噢 看北京 刺腳真的是一件超級舒服的事情 這真的是解放自我的感覺 這裡有一般的餐廳 也有這種清水 就是量沒有這麼多的 我們要先吃這個 那文章要吃豚骨醬油拉麵 我要吃蛋蛋麵 哦 留在這樣吃起來 有一點點嗎 哦 當然 但是好貴喔 287塊 先輩還賣287塊 你們看他的碗 感覺好高級喔 哦 還有放止滑墊耶 好貼心喔 而且文章還有糖心蛋 我沒有 好羨慕 好吃 QS的味道 超好吃 我雖然喜歡吃蛋蛋麵 可是不是每個大家沒有這麼喜歡 可是這個味道炸好吃耶 跟文章交換吃吃看 你不覺得好吃嗎 對 超好吃嗎 如果過來還是喜歡蛋蛋麵 我就要吃 QS的味道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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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太扯了 但這隻臭的像是說 超好吃耶 天啊 很好吃喔 因為昨天的マッサージ的店員也很習慣 很習慣很習慣 所以就在酒店裡工作了 所以就很習慣很習慣 所以就很習慣 大國人也很習慣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啊 我們兩個覺得還不錯 目前為止 這種高級按摩椅 15分鐘是300日圓 我們有本本要做的 好啊 這裡有滿滿的漫畫可以給大家挑 這漫畫一次只能拿5本 不能拿更多 我可以選擇這個 我可以選擇這個 鬼滅之刃 27號的緑 就找綠色27號的牌子 雖然有鬼滅之刃 可是只剩下第16 其他集都被大家拿走了 泡完湯就是要喝咖啡牛奶 這是我跟文當 每次去溫泉都一定會做的事情 然後呢 咖啡牛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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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瓶只要140日圓 還滿便宜的 幸福嗎 幸福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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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温泉 也有露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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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灘山温泉 還有一個溫泉 是一個湖 然後那個湖 你就可以坐在裡面 我全都放在裡面 全都放在白色 白色 唉唷 你腳怎麼都冰啊 唉唷 很冰欸 腳太冰了吧 跟大家說這裡有多猛 這裡還可以充電 想要有藥匙的都可以打開充電 打開之後它有很多個頭 不管你是要充蘋果還是充安卓都有 然後手上就會多一堆藥匙 像我現在這樣 我跟文當找到一個好位子 在這裡找位子就是要快很準 現在時間是6點20 我們按摩是預約6點半 所以現在要去按摩 走吧 走吧 這裡按摩比較正式 其實就像一般的按摩店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 還可以選金油 好享受喔 好享受喔 我覺得他們按摩按得好舒服喔 而且那個人很像整骨的 他還跟我說 就是我有貓背的問題 然後我的手應該要怎麼擺會比較好 但這邊餐廳的菜色還蠻豐富的 還記得上次我跟文當想吃這個 可是因為太貴了 我們兩個不敢點 Ru-chan是浅貴的 所以我買到牛垢燒的 我買到牛垢燒的 我和有錢人是沒有緣的 我好喜歡喔 他要想吃到這裡 他要吃很多了 他點了一個丼 我還點了一個不斷的拌勵 還點了烏龍麵 還點了炸串來吃 你看 超好吃的 哇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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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在口中是滴了 他們感覺很濃 我超喜歡的 我吃了一會兒就在土裡 嘩~~ 哎唷!我聞到很會講耶 現在時間是晚上9點15分 很多小朋友都回家了 所以現在比較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紹 這邊有各式各樣可以休息的地方 例如像這樣 這裡的地方是全部家的感覺 每次都在寝軟的漫畫 還在寂寞 這種椅子還有附電視 就可以坐在這裡休息 像這種感覺 這樣整個床可以這樣躺著 這椅真的是很自由耶 盪起來盪起來 吳文當像送死鳥的寶寶 就連這種形態的都有 再跟大家介紹另外的也是我個人很愛的 起來!不要睡覺了! 起來! 沒有人找到放出來的都不好看 吳文當這樣躺著 你從外人那邊看的話 就像貓咖啡一樣 接下來這邊就是漫畫區 全部都是漫畫 現在也是人比較少來可以這樣拍 不然下午不能這樣拍 人太多 漫畫這邊還有咖啡廳 大家可以點一些小炸物啊 或是可麗餅來邊看漫畫邊吃 這裡是我跟吳文當上是有做的 每個都是很豪華的大沙發 還有放著電視在這裡 我跟大家說這個椅子有多猛 按這個按鈕的話 整個椅子就會抬起來 就可以這樣睡覺 旁邊這邊就是喇叭 可以直接聽到電視的聲音 如果你覺得燈光太暗的話 還可以按這個 它就會發亮 我丟妹的毛 上次我跟文當來的時候 在這裡坐了好幾個小時 這個區塊大家可以躺在懶人沙發上面看漫畫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這個地板是會發熱的 就不用怕說腳會冷 然後這裡呢 還有三溫暖室 還有鹽盤浴 鹽盤浴的外面 還要讓大家這樣放自己的飲料跟冰水 就不會因為水放裡面就不冰了 那差不多這樣 就是全部可以讓大家休息的地方了 家族也可以 也有雙手也可以 然後這個設施其實還滿新的啦 所以它還有很多規定一直在改 那大家可能就要自己注意 網站上面寫什麼 整個館長這樣子 外面其實還有露天的 大家可以去 可是因為太冷了 我跟文當上沒有去喔 離開之前 大家要把衣服跟毛巾 自己拿過來這裡丟 我真的覺得很舒服 温泉有很多種類型 暖暖了 我自己覺得是很舒服 我自己覺得是還不錯啦 但是我目前覺得 按摩最舒服的地方 還是台灣的月盒 下次大家來日本玩的時候啊 可以試試看把這個行程排進去 我自己是滿推薦的啦 我自己是滿推薦的啦 晚上的SPA加坡很美耶 有高級感 旅館的感覺 這裡沒有停下來 那你現在進行嗎? 對 對,晚上遲遲 顏色先是非常有趣的 你自己就是要快樂 你怎麼回答 要快樂 你真的在歌 例如每天夜明明 又前一次 你驚訝 就知道 現在 這個時候 它很重要 因為 但是 我要 每天 都 在